谷歌的安卓小软件的下载数量突破100亿大关 不过要追上苹果 iPhone去年7月已经达到的151个下载 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分析家说 安卓可能在明年就可以超越对手 另一方面 微软宣布计划开办视窗商店 出售小软件给它的手机用户 高销量软件的八成收入将归给开发者 巴黎引进了一套全新的电动车预付出租服务 用户可以在一个站点取车 驾驶到另一个站点还车 就像现在的自行车一样 在两个月的试验期间 有250辆车供应 将来可能增加到300辆车 1200个站点 生产商说 这些电动车充满电厚 可以跑250公里 微软本星期推出Xbox游戏机的更新版软件 通过更新 用户可以用身体的移动来控制电视 这是通过Kinect动作感应器进行的 用户还可以看电视直播或者视频点播 欧盟反垄断委员会 欧盟反垄断委员会正研究苹果公司同五家出版商 在电子书市场是否有非法的反竞争行为 委员会在此之前 曾暗中巡视电子书出版界多家公司的场地 苹果的iBook商店 为iPad和iPhone提供电子书 宪政接受检查